顽皮可爱就是我,我就是米小圈,米小圈上学季 联欢会的意外,5月11日星期二 昨晚我把魏老师拒绝让我参加联欢会的事讲给老爸老妈听 老爸非常生气,米小圈,你忘记了吗,你会画画呀 可是老爸,我画得真的很难看,万一外国小朋友笑话我怎么办,多丢人呀 老妈帮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米小圈,你还有一个特长,你忘记了吗 什么特长啊,我怎么不记得了,我想来想去都没有想到 老妈说,你不是会唱歌吗,这算什么特长,我班同学都会啊 但他们一定不会俄语歌,我教你一首俄语歌,你不就可以表演了吗 哈哈,老妈真是个天才 吃完晚饭,老妈开始教我俄语歌,我学得很认真,不一会儿就学会了 今天上学,魏老师刚一走进教室,我就把手举了起来,老师老师,我有特长了 魏老师有点不相信 这么快 米小圈,你一个晚上就能学会一门特长 我赶快说,是真的老师,我会唱俄语歌,不信,我唱给你听听 我当着大家的面唱了起来,魏老师和同学们鼓起掌来 魏老师称赞道,嗯,米小圈,你这首俄语歌唱得真不错 可是,名额已经满了 啊,名额满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魏老师想了想,但是米小圈唱得真的很好 要不,行铁,你把名额让给米小圈吧 铁头一听,大哭大闹起来 我不让,我有特长,我还会吹小号 铁头哭得很惨 魏老师最怕铁头哭了,只好还让铁头参加 这时,我赶快装哭起来 呜呜呜,老师,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魏老师左右为难 只好破例同意我和铁头一起去参加联欢会 哈哈,太棒了 我们期待的下午,很快就到来了 大家兴高惨烈地来到学校的大教室 铁头突然指着参观团大喊 呀,外国人 魏老师批评了铁头 行铁,不许这么没有礼貌 铁头又喊 呀,亲爱的外国人 哈哈哈哈,同学们都笑了起来 还好外国小朋友听不懂中文 否则一定会被铁头气死的 校长大人宣布 联欢会正式开始 俄罗斯小朋友率先表演了一个俄罗斯舞蹈 他们跳得真棒啊 我们中国的小孩也不能输给他们 四班的田莉莉唱了一首中国民歌 引来了俄罗斯小朋友的阵阵掌声 魏老师对我们说 同学们,下个节目谁想上去表演 铁头第一个把手举了起来 老师,我去,我去 魏老师有点怀疑地问 新铁,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铁头说 放心吧,老师,我准备好了 铁头走上台,吹起了他的小号 铁头吹得太难听了 俄罗斯小朋友都快笑到凳子底下去了 铁头啊,你真给我们中国孩子丢脸 顽皮可爱就是我 我就是 你小圈 你小圈上学季 透明人铁头 5月12日星期三 我不得不承认 昨天的联欢会我们失败了 失败极了 俄罗斯小孩一听到铁头的好声 全都笑趴下了 真丢人 都怪铁头不好 吹得那么难听 还敢上台表演 今天一大早 全班同学商量 要惩罚一下铁头 谁都不许理他 铁头抱着足球跑到我的面前 你小圈啊 我们去踢足球好不好 我假装很害怕地跑开 救命啊 足球怎么自己飘起来了 铁头在后面追 你小圈 是我呀 你的好朋友 铁头拿着一个棒棒糖 来到了树下 去找姜小牙玩 姜小牙 你要是跟我玩 我就把棒棒糖送给你 姜小牙一口把棒棒糖咬在嘴里 撒腿就跑 咦 好神奇啊 树上长棒棒糖了 嘿嘿 大家都不理铁头 他彻底被大家当成了透明人 就连魏老师也不放过铁头 数学课上 铁头把手举得高高的 可是魏老师就是不叫他回答问题 一整天都没有同学理透明人铁头 他都快被气死了 放学了 铁头对大家说 我不吹了还不行吗 求求你们不要不理我 哈哈 我们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铁头又变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顽皮可爱就是我 我就是 你小圈 你小圈上学季 小号的诱惑 5月13日星期四 昨晚我把铁头被大家变成透明人的事 讲给老妈听 结果被老妈痛骂了一顿 老妈说 你们这样做会毁了铁头的 说不定他会成为一位著名的小号演奏家呢 可是老妈 你是不知道铁头吹小号有多难听 真是青天地气鬼神呀 今天一大早 铁头就跑到我身边 你小圈 给你 铁头拿了一大块巧克力给我 哇 巧克力 铁头你真是太够朋友了 我接过巧克力吃了起来 铁头说 你小圈 你不是在寻找特长吗 对啊 但还没找到 我帮你找到了 你也可以学小号呀 啊 学小号 我倒是很喜欢吹口琴 但不知道小号我能不能学会 铁头坏笑着说 一定会学会的 英米小圈可是个音乐天才呀 嘿嘿 原来铁头也看出来我是音乐天才了呀 我又说 可是我没有小号呀 铁头说 米小圈 为了让你学 我决定不学了 我把我的小号卖给你 我给你打八折 这个这个 可是我得回家商量一下 你可要抓紧 江小牙也想买我的小号呢 啊 不行 你一定要卖给我 这没问题 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 放学回到家 我把要学小号的事讲给老爸听 老爸非常的赞同 哈哈 米小圈 这个测诚不错 只要你努力 一定会成为非常非常著名的小号演奏家的 一定会成为吗 我有点怀疑 一定会 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嘛 哈哈 可是老爸 你唱歌跑掉呀 这个这个 反正会成为的 我和老爸拿着八百元钱 跑去铁头家 买下了铁头的小号 老爸太慷慨了 放心吧 我米小圈 一定会努力的 我爱吹小号 5月15日 星期六 今天 我上了有生以来 第一节小号课 小号老师是个很有趣的人 因为他留了漂亮的长头发 小号老师很纳闷 铁头怎么变成了米小圈 我告诉老师 铁头不学了 把小号卖给了我 小号老师高兴极了 哈哈 太好了 这孩子终于不来了 他吹得太差了 嘿嘿 看来小号老师 也受不了铁头的号声 老师拿着他的小号 为我吹了一段 美妙的音乐 老师吹得真好听 我什么时候 也能吹得这么好听呢 小号老师说 你这种八百元钱的小号 只是入门级的 如果换一个贵的 可以吹得更好听 奇怪 老师怎么知道 我的小号是八百元买的 小号老师说 这有什么奇怪的 这把小号是我带星铁去买的 才花了八百元 够便宜吧 嘿嘿 啊 才花了八百元 铁头骗我说是一千元买的 还给我打了个八折 铁头 我跟你没完 我本以为小号课一定很有趣 可以吹很多美妙的曲子 可是小号老师却说 吹曲子是一年以后的事情 第一年只能练习基本功 结果第一堂课 小号老师只教我吹了一个音节 都 哎呀 好无聊啊 下课的时候 小号老师表扬了我 米小全 你比星铁强多了 他第一节课 连刀都没学会 老师 那我下节课 是不是可以吹曲子了 老师想了想 好吧 下节课开始让你吹曲子 老师万岁 我高兴的跳了起来 老师接着说 是由刀和拉丝组成的曲子 那不还是吹音节吗 顽皮可爱就是我 我就是 米小圈 米小圈上学季 我不会放弃的 5月16日星期日 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又可以去学小号了 我已经错不及待了 这节课 这节课终于不用再学习刀了 这感觉真是棒极了 我早早的来到音乐学校 小号老师问 米小圈 你刀吹得怎么样了 老师 没问题啊 我已经倒吹如牛了 啊 吹牛 小号老师很纳闷 嘿嘿 就是倒背如流的意思呀 哦 那好 你吹一个我听听 小号老师悠闲地坐在他的躺椅上 我鼓着肚皮 用尽力气 吹了起来 咚 停 小号老师打断了我 米小圈 你的咚吹得音不准啊 你是不是回家没练习啊 这个 好像是没怎么练习 我惭愧地说 老师批评道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必须天天练习才行 否则就会退步 可是老师 我一吹 邻居就会来砸我家的门 小号老师说 米小圈 你记住 所谓天才就是不论你怎么阻止他 打击他 他都不会放弃的人 你是想做天才呢 还是蠢才 当然是天才 那你就不要管别人的看法 嗯 老师 我明白了 我回家一定好好练 老师 快教我下一个阴姐吧 不行 你退步了 得重新学 小号老师拒绝了我 哦 结果我又吹了一节课的灯 好无聊呀 嗯 不过 我觉得小号老师说的对 不管谁阻止我 我也要吹 这样 才能成为一个天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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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